因为我密宗 称秘密宗 这个秘密一定要讲清楚 不要以为它真有什么秘密 不是的 生命 是神秘的意思 也有隐秘 但是神秘的意思都 因密法者 正是祝福密药之藏 不轻视人者 他不是伐气 他绝不传法 借云 那个可以 我跟张家大师 头一天 见面呢 那是教我一些方法 我真正行归一里 这个在他老人家面前 归一的时候 好像是一年半 我跟他一年半 才要求归一 归一传给我一个咒 叫戒缘 观世音菩萨 六字大名租 他是用藏文发音的 六字大名租 六字大名租 六字什么意思 他就跟我解释 翁 是身体 莫尼 是莲花 你看 我们经典常常翻成 莫尼 莫尼是莲花 贝特曼是保持 后面那个 翁是意 就是心 心意 这是他们的文法 身 莲花 保持 意 那我们中国的文化呢 是保持 身 心 像莲花一样 是这个意思 莲花出污泥而不染了 莲花的根 长在梨里面 泥土代表六道 金在水上 水中间 那个水代表四肾法界 代表四肾法界 花开在水面上 水面上是一针法界 掉这个意思 教文念 常常想 就是说 保持自己的身心 常常想 像莲花一样 染尽 都不染 泥石 泥土石 六道 那个水 是四肾法界 身闻 原觉 菩萨 佛 花开在上面 就超越 十法界 染尽 都要发现 我看 我看现在 念这个六字大明咒的人 很多 特别是 藏传的 转经论 他在念这一句 那个经论上 也是刻的 是藏文写的 懂得的意思 人不多 就跟我们 汉传的 这个念阿弥陀佛的人 很多 真正对阿弥陀佛 这个名号的意义 懂得的人 不懂 他要不 深入 无量寿静 他不懂 他不会懂得 那个咒语 意思好极了 所以你真正要懂得的话 懂得他的毅力 你就晓得 这里真是 奇微无穷 有很深很深的这里 也是高度的科学 科学就是讲剑药 讲密药 词曲 李宗盛